冠軍到底入死誰手 磅沃大雨中 腳踩隊友背部跟肩膀疊羅漢 32隊壯漢手腳 並用賣力往上爬爬爬 現場觀眾 我們來點尖叫聲 原木塗滿牛油 有夠滑 凡不要綁得緊得靠真功夫 再加上外頭不斷下雨 技巧不夠 就像玩自由落體往下掉 刮完牛油只是第一階段 接著還得靠誰手腳靈活動作快 手抓高台腳踩帆布用力一蹬 爬上終點冠軍終於出爐 拿下恆春搶鼓冠軍 但選手全身沾滿牛油 眼睛都快睜不開 全身續拖 氣力放勁 當然比較滑 可是興奮度就跟上次拿冠軍一樣 也是一樣台風天 30萬元獎金收進口袋 再辛苦也值得 但由於比賽過程下起大雨 有選手跌落頸椎受傷 救護人員檢查傷勢後 剪開衣服包紮傷口 把人送到醫院治療 連日暴雨襲擊南台灣 屏東災情相較比較輕 沒想到搶鼓比賽下大雨 比賽選手意外成了受災戶 記者吳國鎮王書宏屏東報導